龙行天下 我觉得我想听听看王正芳王匪正芳 你毕竟是匪嘛 你怎么评价江泽民 我有引用李光耀对他的一个看法 李光耀我看了有一篇写的说 江泽民是个活泼外向的 这个人很外向 可是呢 他也是个深思熟虑的人 他确实喜欢在媒体面前 他喜欢唱歌 他会弹吉他很爱信 他会弹钢琴 他会说很多种语言 俄文也会 英文也会 西班牙都会 就日文比较不会 因为他 他念书的时候抗日 他去日本的时候 他到日本访问的时候呢 用日文的跟他问候他很惊讶 你的日文都可以 所以这种就是说 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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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人 总是要被赋予一种 就是天威难测的那种的 那种要有点威严的感觉 可是江泽民的那个 反差非常的明明 对 就是中国的领袖 这个样子不多了 他的功课 很多人在这写很多文 我想讲的就是说 他 他天生有这么一个性格 也在国外 待过很多年 他在外面看外面看的东西 看了很多 还有一个重要 他是学电机的 不是说我学电机 我就在这儿 电机的怎么样 不过就是你学电机的时候 在你的这个人生规划 或在你行为处事上面 应该有一定的科学训练的 得到的一些好处 都是比较有逻辑性 这个对于这个 timing 时间的掌控 比较精准 你如果学理工 你一个人的生活上面 啦啦他他他 这个恐怕很少见 所以这个天生 是有这样的这么一个好处 你看各国的领袖 学理工的很少 很少很少很少 所以他处在那个阶段 刚好中国 他是八九年以后 中国也有一种混乱的期间 要稳定局面 要把中国的经济带上来 基本上他跟朱镕基两个人 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 就是朱镕基也是 顾玉秀老师的学生 在清华大学的时候 你选过他的课 朱镕基也是我的师兄 原来你们都一挂的 哦 难怪 不过他们的成就 比我靠太多了 朱镕基 其实朱镕基对我来说 虽然他在两岸紧张的时候 讲过一些对台湾很很严厉的话 可是我觉得他也是一个 民国 民国范儿很很浓厚的人 所以他 有人说 有人说 经济就是朱镕基做起来的 江没管的 所以我不认为这 这句实话 他是 两个人是形容合作 他一个体系嘛 江珠体系 才能把 没有一个人能够 这么做好的嘛 他善用一个人 得到成果 那当然他也应该有credit 江珍明的政治生涯 我觉得有两个过程 可以分两段来说 第一个是 他被叫到北京去做接班人了 这段他很中规中矩的 把局面安定下来 真正经济发展 加入WTO 经济上近代化 搞这个 比较高档次的企业跟工业发展 是在 后半段 当然他现在成就很高 在大陆的工业方面成就很高 可是当时的基础是他打的 这个阶段是他 在邓小平走了以后 97年 96年走了以后 所以97年 因为邓在的话 中国 他民意上是领袖 可是还有一个paramount leader 他有个更隐形的话更大的 更一个 无庸置疑的一个超级领袖 江还在的时候 不是邓还在的时候 邓走了以后 他就是了 所以他才在 那个 外国接受访问的时候 展现出 非常挥洒自如的自信 这个很不容易的 他有全面自信 他知道他在做什么 所以他的决定 就有决断性 对后面的影响很大 所以你看他 他应付媒体 确实跟他讲的一样 确实应付媒体 所以他在对香港记者说 华莱斯 你知道吧 那他的水平 比你们搞很多了 我跟他一起谈笑风声 所以我看了那个 George Wallace 就是现在CNN 那个 Chris Wallace 爸爸 George Wallace 是个老牌的 一个很资深的一个 一个记者 他问问题很厉害的 所以江泽民在他面前 又被这个盖迪斯堡演讲 林肯的Gettysburg Address 盖迪斯堡演讲 没有明知影响的那一段 嘛 两件几段 那个 那个George Wallace 就用一句话堵他 他说你这么崇拜林肯 你知道林肯是美国全民选出来的吗 透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吧 他说我知道 可是为什么你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民主选举 他的回答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是说 我们这个领导的产生也是通过了民意 可是我们在国内这些选举这些过程 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说我们是怎么暴力 是咋个意思 所以就把他应付过去了 他这个其实很 当时看的时候 啊这个人不相信民主自由 我现在 我当年1997年的时候 我当然也是 我从小在台湾接受西方教育嘛 但很崇拜这个所谓的民主自由 是吧 看什么希腊的传统这些 苏格拉底从那开始去 这个最好 可是现在就是说 不能逼着每个人都喝人生汤啊 是广告人讲的 人生可能对你有益 你已经证明了民主自由 是万事不灭永远真 永远的真理 我们还在实验阶段呢 老兄啊 现在民主 你看各国的民主 包括美利坚和中国 这么伟大的国家的民主 搞成什么样子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什么样子 你能说这个东西 让天下所有人都吃你的美国汉堡 汉堡吗 不一定适合呢 可是你说中国这种选举方式 这种产生领导的这种过程 是不是真理呢 我也不能肯定 我不知道 我们还在观察 我们在看 其实讲起来 自从有了人类 有了政府 有了国家以后 所有的这些过程 所有的这个产生领袖 或者打来打去的这些过程 都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最好的方法 如果找到的话 随时要变 你可以说在这个阶段 我们觉得民主 好 现在 很多的民主 也产生他的问题了 所以我想 这可能他们都受到了这个 至少邓小平 据说邓小平受到了这个 新加坡的影响 没有错 这是李光耀讲过 他呢 因为1978邓小平是1978年 到新加坡访问回来之后 就就是呢 就开门了 对 就确定了改革开开放的进程 那新加坡的制度是不是 就是金颗利益的 也不知道 不过他们也看到有些问题 李光耀说 欧美式的这种民主啊 搞到最后 社会上国家的最好的 最top level的精英 最好的精英 不去做政治了 不去做 现在 现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是这样 包括这个国家 不说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 好 不计划 不计划